- 老師我再把畫面切換回來 應該有了 所以我們現在利用這個PowerCam 不管你用桌面的錄影 或者是你直接在簡報裡面錄影 我們剛剛有提過 你都可以直接分批去錄 不用說一個教材 我就要一天花一整天的時間把它錄完 如果你今天只有10分鐘或10分鐘 你可以先錄一個章節 那我明天接續再錄第二個章節 然後你就可以分段把它錄製完成 那如果裡面哪一個章節你覺得不滿意 你也可以重新再錄製 因為我們可以把錯的不好的把它刪掉 你可以重新再錄製 順序也可以調整 然後呢 你也可以直接用它來編排你的這個段落章節 給它編號等等的 這是我們現在目前所介紹到的 那接下來我們再看一下就是說 編輯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這裡其實我們還要做一些修改 我們常常就是說我們在錄製的時候 我們剛剛的應用是說 我們在裡面呢 可能有一些簡報的錄製 可是如果我們是應用在 怎樣 又跳掉 這個應該 OK啦 OKOK 好 好 那在這裡呢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如果說我今天做一些剪輯呢 我現在不是說我要整個不要 我現在發現呢 我現在發現我都只有錄製十幾秒 我剛剛比較多的那個被我刪掉了 我現在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就以這個18秒好了 實在是有點少 我剛剛應該不要把那幾分鐘的刪掉的 比方我現在18秒 18秒做剪輯 這個有點辛苦 等一下我開另外一個好了 這個18秒真的太少了 這樣講不好 我剛剛還有錄了一個桌面的 應該比較長一點 內容比較多一點 這一個 好 一樣的概念喔 所以編輯講解進來 好 這有2分51秒 2分51秒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長度是2分51秒 那我們要介紹就是說 我現在不是說我整個內容都不好 我可能是在這一段呢 這一段章節裡面 我發現前面10秒是多餘的 可能是我在那邊切簡報的畫面 我還沒有切就定位就對了 所以在那邊切來切去 然後中間我可能咳嗽 那個我覺得那個我也不喜歡 或者是後面 我忘記馬上把它結束掉 我也多錄了一些 所以我在剪輯的時候 我不是整個不要 我現在是 這一個章節裡面 我發現有部分我不要 所以我們剛剛說部分不要的時候 大概會有幾種情形 會有去頭 可能開頭的時候有一些狀況 或者是呢 去尾 後面可能來不及馬上把它停掉 有一些多餘的畫面動作 還有就是我們剛剛講 中間某一段是多餘的 咳嗽啊 喝水啊等等的 那個我不要錄進去 應該說已經錄進去了 但是我現在不要 我要把它剪掉 剪掉 所以我們大家會在剪接的部分呢 大概會比較常遇到就是去頭去尾 還有就是把中間刪掉 中間某一個部分刪掉 那要怎麼做呢 我們來看一下我的操作 所以我現在一樣喔 我現在只有這一個 所以我這一個呢 直接點選編輯 好 現在呢假設呢 這一段呢 我要呢 呃 前面10秒 就像我剛剛講的 前面10秒這個可能是多餘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我們開始就要去拖曳我們下面這個時間軸 這個是可以拖曳的喔 直接就是點選啦 點選 可能在前面10秒的地方 老師可能會說 這樣點 我就是要10秒整 這現在是10點04秒 那怎麼辦 這個是可以直接輸入的 所以我可以直接點這個時間軸 我就是要10秒整 我不要自己打啦 我不要自己用點的 我用自己打的方式 我就直接輸入10秒整 設定 好 好之後呢 在這個地方 我已經把它點了一個位置了 我可以直接做分割段落 點選 我們可以看到 我原本只有一段喔 現在我就把它切成上下兩個 把10秒移出來了 切割出來了 我就把這10秒切割出來 那這10秒不要怎麼辦 刪除啊 我們剛剛就刪過了 所以我就把前面10秒刪掉了 OK嗎 所以如果開頭有一些狀況 我就把它這樣用這種方式減掉 那如果是後面 我們剛剛講 後面有狀況的話 那也很簡單 最後比方 剩下3秒鐘 我忘記馬上停掉 結果又錄了一些多餘的話 我不用重錄 不用為了那幾秒鐘重錄啦 所以我就直接呢 剩下幾秒鐘 比方現在是2分41秒 最後2秒鐘 所以呢 我可以到這裡 直接打39 然後這個不要有點1了 這個 這個 就不要有點1了 直接2分39秒的地方 我設定好 設定好之後呢 設定好之後呢 我一樣直接做分割段落 最後 又切出來了 最後2秒被我切出來 所以呢 最後2秒不要刪除 所以去頭去尾應該就很容易啦 前面不要 後面不要 選好你不要的時間點 把它切割出來 多餘的刪除 多餘的刪除 所以比較麻煩的是中間啦 比較麻煩就變成是中間了 如果是我現在呢 中間10秒不要 比方好了 我們現在是2分39秒 我剩下有2分39秒 那我在第一分 1分鐘到1分10秒 1分鐘到1 1分10秒 這10秒鐘我不要 這就比較麻煩一點 聽起來就比較麻煩 那其實也還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多做幾個步驟而已 多做幾個步驟 所以我1分鐘我先選起來 1分鐘 1分鐘在哪裡 我好像選太小 我們用1小時10分 1分鐘好了 1小時10分 1小時到 我要把1小時 我們剪個10分鐘好了啦 不對喔 現在是分鐘 我只有分鐘而已 對 所以我現在就只能用 1分鐘 剛剛講1分鐘 所以我要點到1分鐘 直接用Key的也可以喔 好 用Key的好了 1分鐘要點太久 好 好 設定 好 1分鐘我就直接先做一個切割 好 1分鐘 然後呢 到1分 10秒 這一段 這10秒鐘我不要 喔 所以呢 我這個地方我要再做10秒鐘的切割 所以呢 我這個地方 選10 10秒 設定 決定 切割 那切割 我就把它分成三個部分 喔 分成三個部分 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1分鐘 第二個是10秒 第三個是1分 第二個是10秒 29秒 所以呢 我現在哪一個要刪掉 這個 10秒鐘 我不要 因為這是我多餘 把它切出來的 好 我就把這1分鐘 到1分10秒 這10秒鐘呢 把它切掉 好 就直接把它切掉 那切掉之後 我不是要分兩個章節來講啊 這還是同一個章節 我只是為了把那10秒鐘去掉 所以我才把它做分割 分成三個部分 把中間去掉 那 所以呢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當我切割完成 不要的刪掉之後呢 這裡有一個按鈕 就要向上合併 好 向上合併 所以這個地方呢 我必須要再點下面這個 1分29秒 直接就把它向上合併 合起來 然後 他說要先儲存 我就先儲存 因為我剛剛刪了一個動作 儲存 然後我就可以直接向上合併 又合起來 變2分29秒 我就透過這樣的方式呢 把我不要中間的 不管哪一個部分 中間的部分呢 去掉 就可以把它去掉 最後我還是把它合併喔 所以我並不是因此變了好多個章節 沒有 我還是一個章節 我只是對這個中間 或者是說去頭去尾 這個部分來做修改而已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分割段落的方式呢 來做後續的編輯 來做後續的編輯 好 這個地方讓老師稍微簡單的練習一下 這個簡單的練習一下 因為這個其實我們之後也會常去使用到的